那些年教材里没说的事 我们小的时候啊 都很努力学习 即使家长不催 老实一说 那么小伙伴 每一个也不是很笨 就看别人学自己也学 不过发现呢 有些自己好像不擅长 那贪玩只是一方面 每一个小孩子都喜欢玩 谁不知道玩好 当然如果是家长家庭有好的教育 管输得严厉一点 那么他可能学习会更好 但即便你学习好了 到社会这些东西都能用上吗 不一定 只不过呢 他可能是一个敲门砖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你从小有一种 积极学习的态度 那么还有一些学习 怎么学学不好的 那长大以后呢 反而发展得很好 有这样的 那么他就从事别的行业 有后天的学习 那学习 不断地充实自我 提升 也是一方面的重要性 那他 但凡有所成就 一定靠的不是 学校 学的那些死知识 因为我们很说瞧不起什么科举八国文 其实那个时候学的反而是为人处事 应该怎么样 四十五经 不然做事 与天 地人 中华的学问是通的 这个东西才重要 我们说德志体美劳 其实整体上 很重要 但是单列出来某一项 那么有些就 偏科了 先身体活动 体育课 只是偶尔有 思想品德课 只是 校 学课 你看 德 志 那你知识这个 没法说了 开发这里只是一些兴趣 额外的兴趣课 那更是 效于一种 美 一些礼仪啊 其实 所有的东西 中国都讲一个艺术 都是美 那就出了一个美术 了不起加一个音乐 而且学的都是西方的那些音乐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劳动 也就了不起 做做 扫除 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发现状态 这些都成为了小课 那么语书外啊 也就罢了 其实英语越来越 用不到了 随着中华的这个 不断发展 那么其他的科呢 现在又有所变化 那也当然有一些 也拿入教材 是一些好的 实际上真正最有用的是语文 这是第一 连数学 你可能九年过了之后 再所谓高深的 那些逻辑 计算机都能算的 你很多用不上 你学了半天 连买菜 讨价还价都不可以 那有什么用呢 这不叫运用 这都是死的数 这只是一个很 最简单的道理 那么真正社会上 各种的经验 即使你后天学习的 到了社会上 也不是马上出来 就能用的 只是呼应一些人嘛 也大家好像 对这个方面的技能 有个概念 除非你先天 就带来这方面特长 你不学都行 你学 教这些学费 只是一个乔能转 你不想 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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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